那怎麼看您的對手啊 陳世忠他的粉絲數比多 因為去年7月我們就有開Threads 那當然他們跟Instagram 跟YouTube跟Facebook一樣 都是社群平台 那我想他 當然不只是一個平台啦 我們認為是 現在年輕朋友 年輕時代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會更用心去聆聽 年輕朋友的心聲跟想法 以及去理解他們的一些需求 市長他怎麼看第二預備金7.4億 但藍綠好像有大亂鬥 就綠銀框看這個預備金的部分 我們覺得尊重議會的職權 那當然我想第二預備金 或是這一次的我們整比總預算 都是核實邊列 二倍金其實也都有非常嚴格 申請動支的條件跟規定 審核的流程跟機制 以及年底會依照 預算法要送議會審議 我想這些我們都會持續加強 跟議會來溝通 我們尋求議員們的理解跟知識 那有機會放到定溫假嗎 定溫假因為在105年1月 當時也是因為超級寒流來 所以在陽明山區 因為積雪影響到通勤 所以當時針對山區的學校 當時寒假舉辦活動或課程 所以依照我們天然災害 停班停課得退辦法 校長學校方做了評估 向教育局報備之後 就可以停課停班一天 這一次也因為集團氣候的關係 屆時如果造成天候狀況 影響到通勤 我們也會依照往例來辦理 市長那鼓勵考生為什麼要用 王世堅送您的禮物 世堅委員送了很多禮物 那這次終於有一項禮物 可以派上用場 所以我想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發文 讓考生能夠穩定心情 不要太過緊張 稍微放鬆用平常心來應考 市長小文 請問青蛙庄的部分 青蛙庄好像不是第一次 就是您不是第一位 那天其實因為剛好下到十四公尺深 看污水管線 所以工作同仁告訴我是在台北市 第一個下到十四公尺深 看污水管線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當天更能體會到 我們所有時工同仁他們的辛勞 而且實際去看就是超過四十年的管線 要填補把它廢棄 那因為我們在市北科有接新的管線 那剛好在一段遇到了困難瓶頸 那他們用新的工法 剛好轉用舊管線的最後一段 來做一個銜接 所以當時去了解整個施工的狀況 然後未來看怎麼樣用新的技術 包括結合人工智慧 所以我們來協助未來整個污水管線的鋪設 能夠順利進行 好 謝謝 大家有先上台喔 謝謝